試一下 很快就過了 而且其實在秘庫的過程 你也可以讓你的眼睛稍微休息 因為現在人常常用眼看手機 看電腦 要適度的讓你的眼睛放鬆 休息 對 然後眼睛得到適度的休息之後 睜開一雙眼 就有雙亮眠眸 就可以很容易電人 就可以看見你光明的未來 對 還有你光明的 可能生活走到你的另一半 這樣眼睛亮一點 眼睛睜大才找到另外一半 對 就像黑老這樣找到就好了 要不然在身邊都沒看到對不對 對阿 好 所以這樣子提拉之後呢 現在華家現場見證 到底他的變化有多大氣